蓝色彩带从观众洗洒落 玉龙队夺冠的画面 至今还放在官网脸书 球迷场边呐喊欢呼 场上球员的喜悦也全写在脸上 当时包括吴静 已经柯明豪都和队友开心急掌 没想到下个球季开打前 这支球队一大半的球员 都成了放水嫌疑犯 柯明豪继赛好身手 是球队夺冠工程 没想到优异的球季 也疑似成了他的犯罪工具 甚至被指控还是白手套 年度MVP柯明豪被指控是白手套的角色 涉嫌用钱利用其他的成员配合打假球 就算是不配合放水 或是下注的球员也能分到钱 有证人直称年度MVP柯明豪 和吴静颖分工收钱送钱 但他全盘否认遭到生压 不过不只是白手套 他还被指控在休息室就直接指挥放水 甚至拉拢队友加入打假球 就算有人不愿意配合 每场仍可以分得五千块 疑似是封口费 更有知情人士透露 柯明豪位置是得分后卫 疑似和中锋颁霸互相配合 随时确认投注的状况 拖延比赛的节奏 或是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 积极抢分 蓝坛假球风暴持续延烧 球迷恐怕已经分不清楚 场上的球员是在认真比赛 还是根本就是一场戏 TVBS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这一条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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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